259 《都市日報》 獨家獨啟程原水荒再爆退伍軍人群 2015年7月14日要問P01頭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啟程H繼備蠍蝕水源含量超標後,圈繁鳥鬧中心作表示 5月底時有一名居住啟程H滿情流的腦翁證實感染退伍軍人症 先後兩次在患者遇所抽取水辦化驗,軍發現帶有退伍軍人肝菌 房屋處宣布會徹底消毒該屋H6座大廈的供水系統 相關新聞件P02原水事件還未找出源頭,扣爆出另一個食水問題 圈繁鳥鬧中心作指出,5月28日接獲一名本身為長期病患的72歲老佣因呼吸不暢信而送院 更一度在深切治療部留醫,證實感染退伍軍人症 患者6月12日康復後,中心上滿取水釀本化驗 結果顯示病人預所內的廚房及玉塞花灑含退伍軍人病菌 但滿情流大廈天台水缸的水釀本正常 當局替老佣更換水龍頭,為當7月6日在秋取水辦時 警發現隨其遇所外,連同層的另一個供水委 及大廈一樓的供水委都帶有退伍軍人症病菌 中心通知房屋處要求跟進 建議用水要煲滾圈範料 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表示 退伍軍人症病菌容易在溫暖環境之生 建議滿情流堆紋 如果要,用水、洗澡、拆牙、收口甚至食用 其實全部都要煲滾 房屋處決定將為啟程 H6座大廈供水系統進行清洗消毒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重心總監行A 認為退伍軍人症病菌由供水系統循環問題引起 與食水含緣無關 司循環 B B B